就是什麼等待回應 系統卡住跑都跑不動 郵局開放三倍券購買 第一天就系統大檔機 民眾要幫家人領三倍券 真個大傻眼 先幫我收起來 對 還有三份嘛對不對 還有成本 好 所以那就先退還三千嘛 等一下再過來嘛 好 那我現在還要再重抽 上午領券人潮逐漸湧現 疑似因為中華電信頻寬問題 導致領取三倍券的系統卡住 那各位都正常了喔 正常了 10點02分 中華郵政董事長吳鴻謀 視察北門郵局 卻遇上當機情況 9點49分陸續系統卡住轉圈 直到10點02分才陸續恢復 卡了超過10分鐘 10分鐘就頂到了 當機啦 現在可以了 不過我看看 看幾個大大小小的郵局 看了幾個 這樣狀況還可以接受 三倍券上路郵局背貨400萬份 預計第一天就會發出60萬份 有民眾為了怕口罩之亂 這一線 凌晨4點半就來搶頭箱 4點多 上次領口罩的時候 我第一次要去領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幾個人 第二次要去領的時候 結果人離拍得很長 另外也有宣上民眾做著人意 來買三倍券直貨不太方便 希望未來改善發放方式 能更便民 計劃在里民那邊 我們就不用坐車勞頓 因為我的輪椅就會站了 兩個兩三個人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喜歡這樣子 民眾說拿到三倍券 除了生活用品 也會拿去買醫療產品 對低收入戶來說 三倍券不多 但還是能多少補貼生活開支 解釋運動先由於SNG小組 台北報導